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魔王與勇者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 史上最多組的禮包還有隱藏版的需要 還有開局最爽的轉蛋可以拿到好幾千抽 真的非常爽 那隱藏版需要好幾十組 將這遊戲最強的隱藏版神裝可以免費拿 然後這個T0最神的職業 最完美的開局最強的攻略 都在這一攻略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這遊戲還不錯所以大家可以來體驗一下 算是一款蠻輕鬆可愛的小品手遊 好那我們就進入攻略了Let's go 好還沒繼續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 各種職業可以去做選擇 好那旭哥來分享一下官方認證 T0最神的職業最強的職業推薦 目前有四大職業 好那旭哥的首推魔法師 哇 最強的輸出 最高攻擊 而且有群體的AOE 這是目前最神的 遠距魔法傷害 那每個職業都可以選擇男角和女角 攻擊啊然後是最頂鍵 生存和輔助也都還不錯 最頂的輸出 那官方最推薦的是牧師的職業 官方推薦的話 牧師的話是遠距離魔法攻擊 主要是輔助型的 所以看得出輔助是最高的 那攻擊和生存就是 算是一般的數值 接下來是遊俠 遊俠是爆發型的輸出職業 這個也不錯 他最主要是近戰然後這個 物理攻擊 為什麼遊俠的女角好像沒有很好看 好像是男角比較好看 女角好像沒有很好看 高爆發連續傷害近戰物理攻擊 這個也算不錯的職業 輸出最頂的 這兩個都算是最推的 魔法師和遊俠 魔法師在生存和輔助還比遊俠高一點 蠻有趣的 他攻擊兩個不相上下 那最後就是騎士 騎士就是我們常見的坦 做坦克 近距離物理攻擊 持續戰鬥然後保護能力強 生存是直接拉滿的 那攻擊和輔助就是比較一般 但是騎士造型好像是最帥的 去看了一下 這兩個好像騎士造型是最帥的 魔法師也還不錯啦 好 那虛格就魔法師男的開局了 官方那真的提醒最神的職業 那牧師的官方也有推薦 好那我們就開局進入遊戲 前面有一些小故事可以看 這有點像是風之谷的感覺 蘑菇王 他會自己掛機 打怪這樣 然後有轉職在11關 掛機在15關 這種無限放置的玩法 輕鬆玩 剛開始就是開始去挑戰BOSS BOSS前面都蠻好打的 尤其是我們是魔法師的遠程輸出啊 攻擊力 絕對是優先要把攻擊力點起來的 好可以裝備我們的裝備 等一下來 先抽個10連 必出SSR各位觀眾 來我們的神蟲 SSR必失賣 為什麼是必失賣 反正不重要 接下來把他裝備起來 就可以帶他去戰鬥了 然後我們剛開始拿到這個裝備可以先把他裝起來 沒有刷怪就很快了 直接秒殺 然後右邊呢有我們可以拿來就是 換的東西 來 拿到獎勵了 好把裝備裝起來 我們前面的裝備 好續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禮包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詳細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呢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接下來呢點畫面右下角的兌換碼 點進來就可以輸禮包碼了 好那我們就輸這個 MAZE 然後666 MAZE 666 接下來按確認 爽 有蘑菇 金蘑菇然後再加上這個技能卡 還有藍色自選技能爽 可以自選技能 好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換換換成其他人來看看 777看一下 888看一下 好那接下來輸這MWYYZ 然後999 MWYYZ 999按確認 爽樣有金蘑菇 9999的冒險幣 長長99 4個9 9999 沒有給6666 好大佬刷起來 一樣來測試一下看這個666可不可以用 666可以用 MWYYZ666可以用 一樣有100個金蘑菇然後冒險幣 加上隨機的紙技能這個屌 好那一樣 旭哥幫大家測試出隱藏版序號 來 這個官方都沒有公告過旭哥 獨家幫大家測出來了 MWYYZ777 召喚券然後1萬的冒險幣 還有技能召喚 那以這個經驗 888應該可以 果然可以呀有沒有隱藏版的序號 幫大家全部測出來了 技能召喚券 然後稀有技能卡因為這有時候都沒有公告要你自己去測試出來 所以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完全幫大家測出來了 來我們試一下VIP看可不可以 做不定可以喔 可以耶 VIP也可以 哇 好多啊 金蘑菇然後寵物召喚券然後 加油 那再測試看這個 777 哇 金蘑菇然後召喚券還有冒險幣 爽喔 888 爽 有這個召喚券然後技能召喚還有經驗卡 好 再來 999 幫大家測出很多禮包碼了 史上最多組的 開局的話呢有大量的轉蛋券可以拿 瘋狂失聯 將拿一拿好像可以拿到好幾千抽吧 這邊可以直接跳著抽然後你可以選擇你要的 這邊可以先抽起來 然後等級到的時候就可以選 破曉之意 這個可以先抽起來 必出一個金啊 心血珠黃 接下來有這個線上獎勵 有蘑菇啊金幣什麼的 重點是全部都可以破的話呢還有最強的隱藏版神裝 寶石魔法重劍啊各位觀眾 所以有好幾千抽加上這個史上最多的禮包碼隱藏版的序號 還有這個寶石魔法重劍啊 提琳最強的神裝隱藏版神裝 還有被動屬性效果提升 然後一些額外的效果攻擊加1860啊命中加465閃避加447 然後被動攻擊加1773啊 非常強力的神裝 隱藏版神裝 好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還有這個最強的隱藏版神裝 T0神裝都可以免被入手還有這個T0神寵啊 好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我們下一集攻略見